我想問一下 因為先前你選總統是有提到有名單曲的阿嬤 是希望出來 那昨天郭董你說又有個板橋的大姐 希望她出來 會覺得她抄襲嗎 你們不要記憶力這麼好吧 那麼多年前的成年往事 那我應該還是回到一個重點 大家名義都很清楚 超過六成以上的選民是希望能夠團結一致 我剛剛在接待外賓的時候 外賓也都很關心 我們非綠的陣營 泛藍的陣營 怎麼樣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共同勝選 郭董邀約喝咖啡 那主席這邊之後會陪著侯市長一起去參加這場約會嗎 我還是一句老話 大家放下自我 如果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團結勝選 如果只看自我 那就很難了 金門紅雲點議長 他現在評估的態勢還是蠻明顯的 那因為明天 侯市長就要出金門了 有沒有事先跟議長那邊來溝通一下 我想每一位 都是我們 都是希望大家能夠以大局為重 那最後一定會回歸 以大家都會共同團結支持 主席怎麼看郭董說 媽祖不會同意中共軍演 那媽祖會同意他參選嗎 我不用每一句話都要評論吧 好 謝謝 怎麼看因為郭董他拋出了三隻小豬 然後還要這個喝分頭 坐起來喝咖啡 那你覺得他是選心的嗎 因為當初就是他 我想這就是一直在所謂 當PO了一個要權力支持 侯市長爭取2024勝選的這個文以後 那後續做的這些動作就好像跟你當時的承諾是背道而始 所以鄉親會覺得說 你說的這樣有準什麼 甘妹哥三名 不好意思 變成十名 不好意思 這就變成大家對他的擔心 就比對柯市長跟柯市長的擔心更多一點 會不會擔心郭董 賴清德這個大野狼吃掉 不會擔心 因為大野狼再怎麼吃 他胃口有限 而且我們也看到清德兄本身問題也很多 那如果大家都急於說 我們盡全力整合 而不到最後關頭 絕不輕言放棄 但是我們會做好最好的準備 那爭取最後的勝利 現在郭董的民調一直都是最低的 但是他現在想要當這個非綠的共主 你會不會覺得這有點矛盾 蠻奇怪的 不會矛盾啦 每個人都會有大字嘛 這是我們祝福他 但是確實 在鄉親的看法裡面 南部各位可以去問問嗎 大家碰到我跟我講 你們這樣算壞於大便 那想問這個部分有講說 再也再分裂的話 三隻小豬變諸頭三兄弟 那當然每個人都會憂心忡忡 那所以如果大家把多一點的精力 用來支持國民黨所提名的候選人 我想選情就會漸入加進 謝謝 郭台銘批評您 柯文哲的內號 然後配臨主流媒體 然後甚至還要找你們辯論 那上次你們看會應戰榜 郭董市長說的 我沒有什麼意見 相當的是我自己 我自己要堅定我的步伐 充滿信心 我們這裡 鄉親走 團結所有的力量 阿 郭董我的歌曲 時間 去跟郭董來拜訪 希望大家面對挑戰 團結一致 你怎麼看說他一方面要邀請你喝咖啡 談合作 可是又說再也都把他當敵人 不攻擊賴情 他這樣的說法變成變數 這樣說啦 其實郭董有時候也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最主要的是 我們都是守護中華民國的派 最主要是面對中華民國現在的困難 大家就要有心 來面對這個問題 來解決 這是我們想像的目標嘛 所以希望大家都用這樣的目標 團結做會 最重要 我們在這個海海局勢 海海危機的過程當中 兩岸能夠和平下來 市長所以會接下這個郭董的辯論戰爭嗎 其實郭董就是很好意啦 都是希望大家對中華民國一起努力 我們會一起努力 讓中華民國會更好 市長有沒有想請教 因為就是洪海創辦人郭台銘 他最近說要找柯侯兩人來喝咖啡 但是又說要來辯論 那你會看到說郭台銘的態度 一直在變來變去嗎 嗯 這是 他的活動中的 他只要 侯柯兩人 樂意的話 他當然就可以嘗試 所以要尊重侯柯兩人的意見 那會不會覺得 郭台銘才說約喝咖啡 結果昨天在活動上又說 侯友宜跟柯文哲 是指揮政黨內鬥 我們是不團結的 你怎麼看呢 因為現在 我們個人的意見 總是要先保護自己 讓自己的立場也好 能夠得到順章 所以現在講的話 你不要把它當作尊重 為了必須要這麼做的 慢慢演變 慢慢轉化 相信 到了一個一定時候 一定 為大家整合 院長會覺得說郭台銘現在的態度 是因為他沒有招 那 這個一切都 不必要 去 直接聊到清楚 因為這樣子 對 整合來講 不見得什麼事情 所以 慢慢 那這個 英聯啊 自然 來到的時候 自然 要經濟比較好 我想問一下 怎麼看郭台銘前幾天才說 要約喝咖啡 但昨天在活動上又說 郭柯 侯柯呢 兩個人都只會鬥爭 嗯 我覺得齁 這個 政黨大和諧 要藍白和 大家都要展現誠意 我想 我們 國民黨的候選人 侯友宜已經 好幾次 到他家門口去等他 希望 大家能夠好好下來談一下 為中華民國 能夠邁向和平 不要有戰爭 那 我想 侯友宜的誠意 已經十足了 那 昨天我有碰到 跟侯市長見面 他也很堅持說 希望跟 郭董事長 能夠坐下來 好好來為台灣的和平 大家來提供 集市廣益 那 我相信 因為侯友宜的誠意是夠的 我想 人 就是要講誠信 那 郭董事長 出爾反爾 這樣的話 我想 對 促進 大家的合作 這個 一定 不會有好的 這個 這個 結果 我相信 大家主要能夠展現誠意 藍白和 不管是哪一個人 大家希望為台灣好 我相信 這個 台灣 中華民國2300萬的期望 所以 我相信 也希望 郭台銘要講誠信 主席你怎麼看 郭台銘董事長 就是拋出這個三隻小組 希望大家一起喝咖啡 會不會覺得他這個概念 就跟你當初提的 菲律大聯盟是一樣的 我從今年年初 就一再提到所謂 在野一定要團結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像一個 在野大聯盟 或菲律大聯盟 或菲律大聯盟 那將來我們執政之後 才會有一個 執政大聯盟 那其實最大的目的就是 台灣現在幾乎超過六成以上的民意 是希望要政黨人替 要下架 今天這個貪腐無能的民進黨 而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只有放下自我 成功不必在我 而絕對不能夠 只有自我 成功一定要我 這樣的情況的話 就沒有辦法團結 沒有辦法合作 那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能夠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一定有我 我們就能夠團結盛選 那我們總統候選人 侯市長今天也非常大氣的說 雖然多次拜訪郭董 到了他家都沒有辦法遇到郭董 他也非常有誠意的 願意再去拜訪郭董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市長昨天郭台銘 他有提出說要主流民意大聯盟 要團結 然後還說三隻小隻的 三隻小豬的故事 然後你認為你是大豬還是小豬 然後他說要找我們喝咖啡 會願意共同嗎 5月17號 我接受國民黨徵召 成為總統參選人以後 我親自三次登門拜訪 不得其門而入 今郭董也喝咖啡 禮貌上 我更應該展現更大的誠意 再次登門拜訪 謝謝 市長所以您對於當初 不得其門而入好像有點在意齁 我其實我還要展現更大的誠意 不斷不斷的親自 登門跟郭董來做請義 市長那您有可能跟柯文哲合作嗎 因為感覺郭台銘一直想要促成藍白格 我是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我也帶著所有團結的力量 不分力高我 我們全台灣向前行 市長那三隻小隻誰來當大哥比較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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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